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交易 这个星期一我们做了一期英文的 那么我们以后就是一个星期一 一期英文、一期中文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是因为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合作方式 我跟大三有一个新的交易的合作方式 就是以前是大三早上交易 我晚上交易 现在是我们一起交易 为什么我们这样子做 是因为像以后corporation 就是经营基金的方向发展 那么我们做了大概有两三个星期了 这个过程之中一开始 我先先讲我一下 然后再给大三补充 我一开始就是说 老爸跟儿子做交易 一定不能够做得不好 要表现我是对的 所以我就做得很辛苦 还有over trade 可是结果呢 也没有证明我有多厉害 那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了新的合作方式了 我就不要再去证明我有多厉害了 因为我们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 像父亲或者是权威 我在交易之中 我做了16年 当然我跟大三比 我相对是懂的东西多 那中国人会认为我是权威 我一定要是对的 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发现我有很多东西还不对 所以我有跟大三说 我真的做得不好 就向大三道歉 我道歉完之后呢 我想问大三一下 那对我的权威 就是我的那个 有影响吗 没有 和这个我也是看到很多 好像在美国的文化 像这样子是比较好的 因为我看我们有看一个电影 那个Will Smith的Pursuit of Happiness 他有他说我是一个人 就是如果我不知道 我会认我不知道 但是我会自己去找的 找出的答案 所以就对我们来说 自己认会就是 承认自己的错误 对对对 首先所以这个 所以我想讲的就是说 承认错误 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对大三也不会因此 大三觉得 我不是一个好的爸爸 对不对 那还有一个呢 你如果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在我的那个交易群里面 常常有讲究说 你不承认错误的话 那你明明错了 你不承认的话 那你要什么解决 那叫找借口 找借口的过程 就是在欺骗自己 说我没错 你看你还要强压他来认为 我是对的 这样子 在这个过程 你不仅是找了借口 而且你错失了改正的机会 你都觉得是也不错的 那就不改正了嘛 好 所以我这个开一个小 开场白 那么我们这个 这两三个星期的交易 大三有什么体会 或者做的是怎么样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也是刚开始的 所以我还是有一点在adjust 但是我认得就是我可以看出来的 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做 就会比较不会不会急的交易 不会没有耐性 对对对对 比较更容易 我看到一个东西 我会我说我会要 我会在这边进场 我跟我爸讲 有时候就跟他讲的时候 又想一下 这个应该也不是对的进场的 但是如果他不在的时候 肯定是为自己进场的 对 这个又提到另外一个了 我刚才还有跟大家讲 就是你需要有一个人可以互动 就是要communicate 你有communicate的时候 你讲完 有时候自己就会发现他的不完整 你就会把它完善它 这个非常重要 我在群里面常常都有跟大家说 你要找一个这个互动者 那我大家知道我的背景 我以前大商的妈妈是我最好的互动 那现在呢 哎呀大商可以代替这个位置 我也很开心 那所以还有还有别的呢 还有交易的过程 就交易的过程 我这个是最大的 还有别的就是省了几个亏损 对对对对 我如果自己做我就是一个就我看到就想一下就进去 现在我是看到想一想再跟他讲又想一次 看真的就 这个对这个我都几乎忘了 当然你有提醒我 就是其实我们在讲 我就做交易 我也有一次机会 我跟你说 哎我的计划是这一个地方入场 这个地方入场止损在这里 那这是第一个level 那更保守的是在第二一个的入场 那其实我自己 如果我没有跟大家讲那个 我就在第一个地方入场 第一个入场就是被止损了 那结果我是跟他讲完之后 我就说我应该在第二个地方入场 那个入场点就好 那我们就赚钱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是这样子的 我不是说我们不讨论这个交易的情况 对不对 我是说今天是大商是主要的交易者 那他就讲他的事情 他讲出来除非是很明显有错误的 不然的话就来风险 就做嘛 亏了就是亏1%嘛 对不对 就是那个风险 就是一点点风险 你能不能承受吗 只要他讲出来 讲的时候就其实就是 把自己的那个trading plan讲一次 然后还有人在看着你 所以你就不会trad against your plan 所以这一个真的是非常非常 至少我们目前觉得这个是很好的 那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执行力 execution 我像我刚刚说我还在adjust 所以我execution还是我是有影响到的 肯定有的 是一开始我还是因为也有个人在我旁边 我也不想亏就也有这个感觉的 但是我们应该一直做几个星期就可以过了吧 所以我也强调一点就是说 只要大商讲出他那个交易计划是风险 讲出来是有道理的我就不干涉 除非是很错 非常非常错 比方说你说这个要不要有一个 如果要在这里做我看到那有点有点有点很 Wavis的我就会说这里已经到了一个支撑线 嗯 会控制 那我只会提这一个不然平常的时候不是太明显的 我就不讲所以啊 我们也在磨合之中 我也有很多东西要经历了才可以知道答案 但是我们愿意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一个聊的机会 对对对 我们很少开会 因为你开会没意思的话 大家听的也是想睡觉 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机会 那当然还有什么要补充呢 没什么 没有了 那我们就继续 大家继续关注我们 我会做中文的跟英文的 那现在呢 由于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做字幕那个软件啊 把我们用了新的电话之后出来就一片惨白 那我就不打字幕了 那如果大家如果有什么要求的话 或者找到什么样更好的软件 或者知道这个iPhone Pro 12 进了这个软件之后出来的东西变惨白的解决方案 跟我们讲一下 那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次见 好拜拜